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南加家長集會抗議強制口罩令 加州警方遭控過度執法面臨強制改革 南加停車場車內查獲300張空白選票 美國發現超級抗體可對抗現有中共病毒變種 首先帶你關注週一晚間8月23日 部分洛杉磯縣格蘭多拉市的家長決心集會 抗議格蘭多拉學區董事會強制實施口罩令 家長們也拒絕學校教授批判性種族課程 要求學區歸還教育孩子的權利 位於洛杉磯縣的格蘭多拉聯合學區教育中心前 數十名家長在週一晚間的學區會議期間 舉著各種標語要求學區給予戴口罩的自由 同時要求課程透明化 以及學區董事會的問責制 有家長認為身為父母應該最有資格為孩子做決定 即會民眾也非常反對當局強推批判性種族理論課程 以及強制施打疫苗 他們還要求政府和衛生部門的運作 能夠更加透明化 在週一晚上的會議期間 學區董事會成員伊連森提出建議 深入了解違反落縣衛生指南的相關後果 另一名董事會成員洛伊特認同集會家長的反對意見 並對開學後的強制口罩令感到失望 新唐人記者王子儀 江麟達 洛杉磯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 週一 加州總檢察長邦塔宣布 針對貝克斯菲爾德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指控 已經進行調查並達成改革協議 對此 警方否認過度執法 但會遵守協議繼續保護社區民眾 加州總檢察長邦塔與週一宣布 已經和貝克斯菲爾德警方就警察改革和過度使用武力 達成一項為期五年的執法改革協議 協議內容包括 警方必須實施針對使用武力的相關培訓和政策 並進行記錄和整體實踐 法院文件顯示 面對個人和社區組織的投訴 以及媒體針對過度使用武力和其他不當行為的報道等 2016年12月 司法部啟動調查 了解貝克斯菲爾德警方是否存在違反州或聯邦法律的執法行為 經過調查 加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判定 貝克斯菲爾德警方在政策 做法和程序上有缺陷 因此沒有充分執法 對此 雖然警察局長泰瑞否認了這些指控 但表示將遵守協議 即便有部分監督要求已經超出州法的規範 We believe that state's concerns are unfounded 共陷政 我們懸ätte我們沒有 behind over the years courts & judges have consistently validated the police department's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civil rights of our residents our mission has not changed we'll enforce the law we'll protect this community we'll have a path forward and we accept this challenge The DOJ has public investigations on Los Angeles' Sheriffs nehmen as well as the police department for Vallejo and San Francisco 仍然是不明明 如果在Bakersfield的警方的领域 會流出國內 Bonta認為合法是很重要的 新唐人 加州記者站 採訪報導 再來看到 南加州托倫斯市警方 在上週一逮捕一名男子 該男子涉嫌偷盜300多張罷免選舉的選票 當局表示 選票被盜的選民 將會收到重新計發的選票 即上週一逮捕一名疑似偷了300多張 空白罷免選票的男子後 南加州托倫斯警方與本週一宣布 已经与邮局和地方检察官辦公室合作 正在調查案情 上週一深夜 警方接獲报案 位于Emerald和Hawthon大道转角的 一家7-11便利店前的停车场 有一名男子睡在车内 根据城市新闻社报道 托倫斯警局发布声明指出 警方在发现男子后 还发现了车后座有一箱邮件 内存未开封 尚未填写的罢免选举选票 另外 车内还搜出了一把上膛的枪 不明毒品 以及非本人的信用卡与驾照 警方表示 目前男子已经因为 持有枪支 毒品以及涉嫌伪造罪行而被捕 但暂时不公布男子的姓名与身份 为此 托倫斯警局的特别调查部门 已经联手美国邮局和洛县地检办公室的 公共诚信部门 正在调查嫌疑人车中选票的来源 和嫌疑人的意图 不过 警方声明 本案与其他选票失签案无关 至于选票被偷的每位选民 都会收到洛县选务处重新激发的选票 他们也提醒 民众若发现有关选举的可疑活动 都应该打电话通报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 日前发现了一种超级抗体 据说几乎可以中和所有已知的 中共病毒变异毒株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 在经过反复筛选后 发现了这一名为SARS-238的抗体 可以抵御目前已知的多种中共病毒变异毒株 包括α、β、γ、德尔塔、卡帕、约塔等变异病毒株 以及其他罕见的突变 科学家表示 SARS-238抗体附着在中共病毒始终保持不变的 刺突蛋白的部分即使在低浓度下也可以保持高效的综合能力 并且能抵御感染源所有变异体的影响 再来关注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 8月23号和塔利班头目巴拉达尔 在阿富汗首都举行了秘密会晤 《华盛顿邮报》和福克斯新闻周二 均得到政府官员透露的消息 称中情局局长伯恩斯 已经与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在喀布尔秘密会晤 但中情局不愿对此作出评论 这是自塔利班攻占喀布尔以来 拜登政府与塔利班高层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外界推测 双方讨论的内容 可能涉及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期限 目前拜登政府正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压力 要求美军继续在阿富汗驻守 直到所有平民安全撤离 然而塔利班已发出警告 如果在8月31日最后期限之后 美军仍留在阿富汗将跨越红线并承担后果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虽然目前塔利班组织 已经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地区 但他们要获得阿富汗央行 价值90亿美元的资产储备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阿富汗央行长埃哈迈迪事前透露 截至8月上旬 阿富汗央行拥有的 包括外汇和黄金在内的总资产 价值90亿美元 这些储备资产几乎都在境外 其中70亿美元以现金黄金 美国国债等形式存放在美联储 其余部分存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等 在塔利班夺取政权后 美国拜登政府已冻结了阿富汗在美国的资产 其中包括价值13亿美元的黄金储备 以免这些资产落入塔利班之手 而在塔利班政权得到美国等主要民主国家承认之前 塔利班基本上无法拿到阿富汗在国外的储备资产 欢迎回来 在西方文化当中 舞会是一种正式的社交活动 在舞会上 男女双方需要注意哪些社交礼仪呢 来听听国际礼仪老师怎么说 国际礼仪老师颜慧梅表示 在参加舞会时 即便男方已经带了舞伴 也可以邀请其他一性跳舞 但不要造成自己舞伴的误会 男伴呢只要陪自己的舞伴 跳第一支舞跟最后一支舞就可以了 那么按照礼节 如果你要换舞伴 一定要等这一支舞结束 行礼之后才可以换 如果男士想邀请女兵跳舞 必须先征询对方同意 可以勉强对方跟她跳舞 如果对方的女性有男伴 那么就必须经过她的男伴同意 可以把女兵带入舞池 严慧梅指出 依照舞会礼仪 女士邀请共舞的男兵 必须是至亲好友 否则不能主动邀请其他男性共舞 如果我真的很想 跟某某很会跳舞的人跳呢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暗示对方 然后等她主动来邀请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开舞前 先跟对方打个招呼 让她在某些舞曲 来邀请我们共舞 此外女性面对男士邀请共舞时 如果想拒绝 理由必须要婉转 但如果男方是主人介绍的 出于礼貌 女方应该在跟对方 跳完一支舞后再找机会离开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近日加州 再会